要点 杨阳 走 跟奶奶回家 妈 杨阳 先妈妈回家 来 先妈妈回家 妈妈回家 杨阳 杨阳 跟妈妈回家 跟妈妈回家 好了 阿姨回家吧 好 好 你老婆呀 看着你 那主意可大了 真要是遇到什么事啊 那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你也不占理 我知道 白初都说了 我也解释了 可没用啊 那瓷瓦摔破了 再怎么补 她也漏水啊 你们这日子 还得往下过 不能光过年轻啊 这杨阳都这么大了 为了杨阳 她也不能走啊 我就怕 她说的离婚 不是嘴上说说的 你现在知道怕了 你早干嘛去了 你当初惹祸的时候 你就没想到今天呀 算了 我去找她谈谈 她怎么着 也得给我这婆婆点面子吧 一会儿接了杨阳 我先带她回家 你们俩好好聊聊 她这么大人了 也不能总住在她弟弟那儿吧 再说了 这是叫什么事啊 她又不是亲的 Testament 肯瓦 伯瓦 小冉 小冉 裴然都跟我说了 为这事我打了她 她不对 让你受委屈了 妈 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自己处理吧 这怎么能算你们自己的事呢 两个人结婚了 就是两个家庭的事 杨阳一会儿就放学了 我不想让孩子看见 咱们在这儿谈这个问题 是 别让孩子看见 家丑不可外扬 这么着 一会儿啊 你先回家 都这么大人了 懂点事 我先带她回家 你们两口子回去好好谈谈 什么事 在家不能谈开呀 是吧 不知道配人跟不跟您说 我把离婚协议已经给她了 您也可以看一下 要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话 就可以马上签字 如果她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走法律程序 怎么 怎么就离婚了呢 这 至于吗 这两口子 这磕磕绊绊绊的很正常 再说了 你这岁数离婚了 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呀 她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 不管以后 我还能找什么样的 跟这个都没有关系 我知道 我们家佩然她错了 她让你受委屈了 是她不对 再怎么着 那你说这过日子的 哪有不磕磕绊绊的呀 你说我 我 我一女人 我自己担了这么多年 我自己过日子 可我有佩然这么一大儿子呀 你说你离了 将来这个杨杨嫁人了 你说你一个女人 你怎么过呀 妈这都是为你好 真是您认为的婚姻吧 在我这儿 不行 我忍不了 我说陈冉啊 你怎么油烟不尽啊 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啊 有什么忍不了的呀 再说了 你们陈家那么多烂事呢 我们家佩然不也都忍了吗 我已经决定了 杨阳马上就出来了 咱们不要在孩子面前 这么难看好不好 对啊 阿姨 咱们就别在这儿说这个了 杨阳马上就出来了 咱们别在这儿讨论 我们家是有你什么事啊 我们都体面一点吧 体面 你这么大岁数 女人离婚你体面吗 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就体面了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的人生 我自己来做主行吗 可以吗 陈冉 你非把我逼急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今天杨阳必须跟我回家 她姓简 不姓陈 知道吗 奶奶 小姐 杨阳 走 跟奶奶回家啊 不是 妈 杨阳 先妈妈回家 来 跟妈妈回家 妈奶奶回家 杨阳 杨阳 跟妈妈回家 跟妈妈回家 好了 阿姨回家吧 好吗 好了 阿姨回家吧 好吗 别在水上门口闹了 你躲开 杨阳跟奶奶回家 没事 陈冉 你把杨阳给我 你把杨阳给我 你别打我逼急了 你把我逼急了 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妈 有事咱们回去再说吧 好了 好了 说什么呀 说 你们老陈家 入狱的入狱 受贿的受贿 抢骨灰的抢骨灰 你们竟然还抢上孩子了 你们老陈家要干什么呀 阿姨 回家吧 你们老陈家造这些年 你们不知道吗 好了 阿姨 好了 回家吧 别在这儿说了 行吗 爸 是谁呀 他们认不认你还是回事呢 我们家的事你管着吗你 你别以为你年纪大 都不敢动手啊 你 陈冉家干什么 你 妈 快 走开 来 来 来 我们走 走 妈 走 走 这边人 走 别跑了 妈 你真正好 你真正好 怎么不换手啊 因为 他们都是你的家人吧 所以我觉得 你也是我的家人 他们之类的 要不要 又是你的家人 我就要给你舔麻烦了 现在养了怎么办 说实话 我是最能跟他 感动身受的了 对于孩子的影响来说 好的分开 或许要比记性的在一起 要强很多 我会跟她好好看 你放心 舅舅已经给你爸 打过电话了 说你回我这儿了 上个星期 詹姆斯拿了两包棒棒糖 到学校 他自己留了一包 另外一包给了詹妮佛 我跟他生气了 理他三天 原本就是想逗逗他 结果后来 他每天给我带巧克力 我觉得 他也挺不容易的 就和他和好 妈 你也能和爸爸和好吗 我跟你爸爸之间的事情 不像 你们之间糖果那么简单 懂吧 今天 我可以让你尽力真心 对不起 以后 爸就不会再有 好吗 爸爸去东北之前 我怎么和你说的 我就感觉不好 是爸爸犯了什么大错吗 你就不能原谅他 Zither Harp 你怎么来了 来很久了 想人了 师父的脑溜了 我今天跟他吃饭的时候 我感到他拿了药 我就查了一下 别找那个案子怎么去打 你 一定要赢 我会尽力的 把自己哭成小花梦了 其实 其实 对 对 对